大家好 我是Andy 今天是2021年11月10日 星期三拍片跟大家跟進幾個市場的技術走勢和波浪分析 首先看看恆子今天的走勢 恆子今天就是先跌後升 最後收了一支羊竹 收了在5Mbps上面 收市收了在5Mbps上面 然後收市是24996 升了183點 最低是去過24481 最高是去過250013 波幅也大 高低波幅也大 看到是有500多點的波幅 今早在Patreon群組也說了24500 跌穿24500的位置 看淡就是吃糊 淡有吃糊 這個也提醒了 為甚麼去到那些位置會是 有甚麼訊號呢 因為有個21轉折的 今早由這個位置跌下去 跌到大概這裡這些位置 這個跌浪是跌了21-8 即是3分鐘圖 跌了21-8 所以跌了21-8 所以就有機會轉向 跌了21-8 再加上它是一個 1,2,3,4,5的走勢 因為再加上之前跌下來 因為當這裡一直跌下去 跌了這麼久的時候 而在最後的部分 走到五浪結構 其實也有可能是一個跌浪的完成 所以這點也要很留意 所以今早就說到 淡有可以在這些位置吃糊 至於這裡會不會再下跌呢 因為它走到1,2,3,4,5 如果它是鍵底 應該就會走 走1,2浪 然後走3浪 但它也有兩個可能性 鍵底的話就走1,2,3 如果它是反彈再下跌 這個位置就會是一個A B C 所以關鍵位置就會是C這個位置 C這個位置做了死叉之後 確認它有一個有效的阻力位出來 但是它又升穿 一升穿那一下就可以 差不多是否認這個C 看回上 一升穿這個位置 一升穿C這個位置 或者是收穿 或者是升穿 都是看上 怎樣才看下跌呢 除非它收穿下面這個支持位置 所以看到一直都上了 沒有收穿這個支持位置 所以都是一直看好的 操作上就可以這樣操作 也可以留意一下 小事圖 因為小事圖 這裡跌下來 跌了四層的MACD浪 跌了一層 兩層 三層 四層 這些位置會很注意 要看淡的 越是跌得多一層就越危險 因為它越是跌得多 所以跌到第四層 看到一二三四 看到第四層 看到第四層 所以再看淡的 其實在這些位置非常危險 為什麼它要跌四層 那麼多 就是要滿足一些 做一些信號 或者做一些任務 有些任務要完成才可以轉向 例如STC 要超賣 看到日線STC 就落到三手下面 今天就是要完成這個信號 做出這個信號 他才肯 就是淡的 他才肯收手 做出這個信號 另外就是 看看 期貨圖 之前也有說過 浪與浪之間的比例 就是說這裡這個跌浪 和這裡 應該會有些關係 所以就可以量度 看到這個跌浪 跟前面的跌浪 跟後面的跌浪 跟後面的跌浪 看到它的關係是0.618 就是後面這個跌浪 是前面這個跌浪的 0.618 就是這條 這條比例 這條線 看到就是24505點 所以今天就會是 到位了 所以這些位 如果純粹是倒 可以是直撥率高 所以如果倒 就可以在這些位置看好 這個比例以下看好 當然如果想穩陣些 用回1分鐘圖的移動支持 移動阻力去操作 這樣也可以 等下再說 就是說這裡 第一個信號 就是浪與浪之間的 1比0.618這個信號 就知道他在這些位置有支持 因為0.618這個數字 就是 就是 算是一個最低的 的數字 所以是比較關注 多一點的 另外就是 Retracement 除了extension 有信號 Retracement 也有信號 也是0.618的 同樣都是這個 前面這個升浪的 就是0.618 其實之前有一天 有兩天 都是試過這個位置 都是收不到在下面 所以他沒有收在這個 0.618這個比例下 還沒收在下面之前 都不可以說一定是收在下面 就是不可以看得太淡 如果看淡 如果在這個位置看淡 那就很危險 因為他都沒有收在下面 收市 還沒試過收在下面 這樣 所以無論是Retracement 或者是extension 都是有信號在這些位置 有機會轉向 另外就是時間周期方面 都是有啟示的 用IG看看 大家看看IG日線圖 看到日線圖在這個高位 再拉回時間周期 看到是13轉折 就是從這個高位下跌下去 跌到今天是13天的跌了 所以有個13轉折 所以這個最低位 就是這個 今天做 這個浪的最低位 就是有機會今天做 看看MACD 也是 有少少像是收縮 因為他都擴張了 如果收縮 應該可以 再繼續收縮 接下來幾天 都可能是收羊竹 也不定 另外 月線圖方面 也有信號 月線圖除了看著 這條 如果今個月是收 一支大陰竹 就看著這條MA 144 241 那些位 但未必的 今個月未必一定是收 陰竹 所以另外一個位 就比較大信心 之前都說到 就是上個月的開市位 看看上個月的開市位 看到就是 24590 所以今個月比較大信心 跌穿246 因為上個月的開市位 是24590 所以跌穿這個位的機會 就比較大信心 今個月可以跌穿 跌穿了 所以 看到是在下面有支持 那說回 移動支持 移動阻力的操作 首先選擇那個 那首先用IG 拿回高低位 就是選擇一個 Retracement 那IG 今天才跌穿 0.618的Retracement 那跟期貨有少少不同 那看到這條虛線 那就看回 一分鐘圖 看可以怎樣操作 那看到一分鐘圖 跌穿這個0.618就是這個位 那去那裏看看 看看當時跌穿的時候可以怎樣操作 那跌穿之後 看到是做了一個移動阻力在這裏 看到是底頂底 那移動阻力就是這個位 那移動阻力沒有收穿 所以都繼續向下跌 那所以說如果是一跌穿24,600 一跌穿24,614 就馬上看好 那當然是 要捱完這一段 再要捱多 百多二百點 百多點 那所以就最好留意那個 因為如果是盲目在這些黃比例下面看好 那因為不確定他一定是有支持 他可以這樣跌下去也可以 那所以用移動阻力去判斷 那就比較好 比較穩陣 那看回移動阻力 如果用陰陽綜 他看移動阻力 他看移動阻力 就可以進一步跳到這個位 因為他這裏是底頂底 那所以移動阻力是由前面這個位置 到這個位置 那所以現在就用這個位置 那看到可以再下跌到這個位置 那看到就升上去那一下就收穿了 看到這隻羊粥呢 就已經收穿了移動阻力 那所以可以在這些位置看好 紫舌位方面就是最低位 就是這個位 那所以看到他之後都沒有跌穿的 那之後都沒有跌穿的那個低位 前面的那個低落 就是24450多的位置 之後都沒有跌穿的 之後最低都是去過24476 那所以這個位置看好沒有問題 甚至可以在這些低位再加也可以 操作上就是這樣 那所以就是在這些位置看好 那之後那一層升浪就可以 整一層都可以吃光了 這樣 那這個是用那個陰陽粥的 用陰陽粥來看移動 支持移動阻力的操作 那也可以用MACD看的 因為有時候陰陽粥有時候會比較敏感 那所以用MACD看也可以 看到MACD方面 看到綠色的 紅色 綠色 紅色 綠色 這樣 那移動阻力方面就是看綠色的位置 那看到就是這裏 那這個位置就不是 因為它還沒有跌穿 當時還沒有跌穿24614的位置 就是這條虛線 那所以就是看紅色 綠色 那就是看這裏這個位置 看MACD的histogram 對應對上的高位 就是這個位置 那就是這個位置 那之後 掉下去再彈上去 都沒有收穿這個位置 那要去到再後面才會收穿 去到大概是 這個時間應該是 3點幾 應該是 去到下午3點幾 我猜是 應該是2點幾 那就是2點半左右 那就是收穿了移動阻力 所以在2點半看好 就是原本是 原本之前在這裏一直看淡 那去到今天 今天就看回1分鐘圖 去看好 用1分鐘圖 移動 移動阻力這個信號 就看好 在這些位置 在這些位置 大概24590 那些位置 那先當它24600 那上去都可以 都已經有400點了 有400點了 那說回現在那個 有機會可以去到哪些位 還有有什麼 重要的位置要留意 那之前看到 之前看到 之前都是撞到34ma 所以破底 有條藍色的ma 那就是34ma 34ma 那之前就打中 每次都破底 超賣 那之前每次去到 STC 去到超賣 超賣區 超賣區 都是剛剛好 打中那條34ma 這次它其實都未上到超賣區 已經是升穿 並且是騎穿 那條34ma 那現在挑戰慢線 那如果後市是看得非常好的話 應該就要站穩 那條55ma 才可以 如果它站穩 在55ma 上面 收視 那它是想 34ma 上穿55 去做個金叉 那就是後市 可能非常好 那如果它站穩 在55ma 收視 那它是想 那就是像平時看3ma 5ma 那樣 將這條55ma 當作一條5ma 將這條34ma 當作一條3ma 那平時 就算收到在3ma 上面 都是最多看5ma 如果沒有收到在5ma 上面 其實也是有機會再跌下去 可以這樣看 所以 這個關鍵位 就是它能不能站穩 這條55ma 暫時站不到 試了就試了 暫時站不到 如果站到 如果站到 這個浪 有機會升穿 可能去26,200 那些位 那因為這條 其實它回吐了不足 70% 那有機會是一個 息Z的 息Z的話 C是 最少可以去到 B的90% 那所以可以量度一量 那現在說的 只不過是最少 可以再多些 那就是最保守的位 那如果它不是一個息Z的話 應該可以去到 26,075 那這個位 26,075 這個最保守的 那如果它不是一個息Z的話 如果它 這裡是一個三浪的結構 那就是它會走一個雙息Z 那雙息Z的 Y 就要是那個 W的90% 那就是 26,7895 那就是大約是26,800 那些位 如果它走一個 WXY 就會去26,800 如果它是一個 WXY 就是26,800 如果它是一個 WXY 如果它是一個 如果是一個 WXY 就是26,100 那些位 26,200 那如果它是一個 下跌浪 那這裡回到一半 那才再下 那所以 那這裡 就覺得 暫時先看著 一半的位置 那就是25,358 這些位置 就是這個 跌浪的一半 現在先看著這些位置 可以 那當然 比較重要的就是 它那個 4小時圖 剛剛那三個目標 其實都是需要它 先站穩 那如果它連 55 都站不穩 那 那就沒辦法了 又要下去了 所以就要觀察著 它這條 這條 暫時都覺得 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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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短線的一個 五浪 可能很快就完成了 例如說 這裡 1 2 3 4 5 那可能呢 就要先調整一下 調整一下再上 那 所以應該明天就 明天是有調整空間的 應該就是 甚至乎可能低開都不定 那這個比較難說 那 看看Patreon的圖 那這個圖 那這個圖就是 Patreon前天分享過的圖 那如果有印象 應該上段Youtube也有說到 就是說 看這個 4小時圖 這個STC有機會是 就是需要下去下面 那樣的 因為每次都可以下去 打中34MA之後 每次都可以下去超賣區 那每次下完超賣區 它也會彈上去 超賣區 就是overport的地方 那樣 所以這次也不會例外 下完之後又上去 那樣 每次都是打中34MA 就 STC就會轉回跌 那所以今天就下去了 打中34MA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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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中34MA去超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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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去完超賣區 上回80 去完超賣區 上回80 去完超賣區 上回80 去完超賣區 所以這次應該都可以上回80 那樣的 跟著MACD應該都要上回水線了 那就是這樣的看法 那看看上陣指數就是 超賣區 那又再說回恒指 周線圖 那因為今天有小轉向訊號 所以又拿回這個 啊 這個走WXY這個周線圖 這個圖 去說回 那就是現在呢 有可能就是走 走 S浪反彈 的C 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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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就會 看看會不會走這個C 剛剛也說到 主要的位置就是26,100 26,200 大概這些位置 第一個可能性 第二個可能性就是26,800 就是高一點這些位置 那如果他反彈一半 之後有轉向訊號 那可能就 就不是這個數法 那看一看上陣指數 那看到上陣指數 今天就是收了一支陰燭 但是他下陣線很長 那好像有些 有些支持了 下面看到是 去到1比 0.786的位置 那有支持 那暫時看下去呢 如果沒有收到這個比例 下面應該 應該有機會轉回上 那因為行指 都有少少是上 轉向的訊號 那所以有機會 這裏呢 上陣指數都可能是 這裏的位置 支持得到 那有機會轉回上 那 那 那這個是一個A,B,C 暫時是 就是一個A,B,C 那看他會是 看他反彈是怎樣 看他究竟破頂 還是 A,B,C 然後又會再走A,B,C 那都比較難說 但是看到他呢 暫時沒有收到這個比例下面 應該都可以反彈 那看一看 那這裏呢 那這裏也有個 時間周期 看到 日線圖34轉折 那所以這個位置呢 都可能完成了調整檔 即是說 日線圖 由這裏調整下去的 那個調整檔 用了34天 那這樣 所以都會有機會 上去 如果是這樣 混合到那個時間周期 可能破頂 也不行 那看看 道指 那看看道指 道指日線圖 就像是走完五浪的 但是數就是這樣數 但是實際上他是不是真的走完五浪會出個大的調整呢 那都要看他 看他短線的調整是做成怎樣的 那就是說如果他這裏是一個 比如這裏是一個 A,B,C 如果這裏是一個調整檔的結構 那又可以是 寫上去的頂也行 所以要留意他是不是一個調整檔結構 還是一個 一個向下的推進浪 那由於他都比較多重疊位 看到 就是這裏這個反彈 又和前面這個底重疊了 所以暫時覺得他就未必是一個推進浪 看他會不會再下多一層 因為有時調整檔都分三浸 可能一浸 兩浸 可能走多一浸 就上去 也不一定 看到拉了8呎出來 extension 那今天恆子為什麽在一些低位 都覺得他未必太差 那和這個 就是道指這個期貨都是有點關係 因為看到他 小時圖一比一的位 他收到的 就是看到他一比一這個位 他沒有收在下面 那就比較像是調整浪 那如果他是調整浪 就是說稍後 稍後可以破頂 所以就會是 比較有利這個恆子的 就齊 今天 所以暫時 看到他這裏是一比一的 那再下也是一比一的 就是這樣 然後就是三浸 調整破頂 甚至乎現在開始的一二浪 然後三四五 這樣就破頂 暫時都 都 好像是可以再破頂 暫時都可以 那看看蠟子 那蠟子呢 也是小時圖 也是有個 調整浪的 那看到調整浪 他去到 一比 就是還沒有去到 1.618 因為如果他收在1.618 下面 那就比較不像調整浪 因為調整浪有時是1比1 有時1比1 1.618 都可以的 但是如果他超過1.618 收市收在1.618 下面 那才比較像是下跌三浪 那 所以都是 因為道指都是 像調整浪 所以蠟子都偏向 覺得都是 像調整浪 那就是這裏 可能調整完 那開始 1 2 3 4 5 那也是有機會再破頂 這樣 那看看 黃金的走勢 那看看四小時圖 黃金 那見到 四小時圖的MACD 就做了四叉 那就是這裏的一個浪 有機會就完了 就是這裏的一個浪 有機會就完了 就是這裏這個浪 那這個浪 那這個浪 應該就要回吐 20%最少 那 那大家看看他可以跌到哪裏 那如果他要回20% 跌到1.818 1818 1818 那跌到這些位置下 之後再上 那當然如果 如果數錯浪 應該就可以再去更高 譬如說這裏是1浪 2浪 那現在都是在走3浪 那當然就可以去更高 那這樣 那所以看淡就要留意 就要小心一點 看淡 因為大浪方面 因為這個可能是一個大規模的升浪 那所以 中間的一些小的浪 可能數得未必太清楚 那可能是直接上去都不定 那所以看淡就要小心一點 那 那 去到哪些位置上 一段片都有說到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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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看 2000以上的位置 如果是上升的 5浪3的話 就是看2000以上的位置 那看看原油的走勢 那 原油看回日線圖 在走5浪5的 那 這個位置就是5浪1 那 5浪1 5浪2 然後5浪3 5浪4 然後現在走5浪5 那 那 看看5浪5 是 做成怎樣 那 看到5浪5 是分成 1 2浪 那 那 現在可能是在做3浪1 2 3浪1 3浪2 3浪3 3浪4 3浪5 那才是3浪 那 還有4浪5 那 一次是 這樣 那 現在如果是走5浪3 那 不應該跌穿5浪2 就是80.4 80.5 那些位置 那 就是2浪這個位置 就不應該跌穿 所以要留意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不應該跌穿 那 又會回一點點 再上 那 看看 美元指數走勢 那 美元指數就看到4小時圖 昨天就說到 這裏跌了1比1比例 然後呢 就守住那條89ma 那有機會再上回去 那 那 現在這些位置比較難說 因為 股市好像有些 上升的動力 然後黃金呢 都是長線 都是看好 那這裏可能是反彈 這裏也像是有個1 2 3 4 5 那可能現在是反彈 那這裏這個反彈 可能彈完也是下的 那 那 所以就留意這裏 什麽時候有些轉向信號 那 看看它暫時反彈了幾個% 那 那 看見到它暫時都未反彈到50% 那 所以它應該還有 機會彈高一點 那 可能50% 可能61.8% 那這些位置再轉回 那 那這裏影片又拍到這裏 那 那這裏影片又拍到這裏了 終於可以給你們一個like給你們的youtube 我們可以找到歡迎分享給朋友觀看 那也可以考慮 裝回youtube的會員 或者patreon的會員 那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